不是很熟 他是我爷爷而已 什么 您居然是楚家的嫡孙 那您为何会在江城学院上班 当年因为楚家不同意我父母的婚事 我母亲选择了自立门户 没想到楚家却是不依不饶 多番派人上门骚扰 不久之后 我母亲就消失不见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楚家居然做出这等不义之事 我这就被撤去华城 我倒要看看 他们是有多大的胆子 敢拆散楚兄弟的家庭 那倒也不必 对了 你听说过江城六个吗 这么土的名号 没听说过呀 那个我知道 他是我们辖区里的混混 难道他们得罪了您 他们收了不该收的钱 想要回我名誉 小赵 这件事交给你 给楚兄弟出气 您放心 我保证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楚兄弟还有其他吩咐吗 这凡红身上居然笼罩着一层紫气 恭喜啊 红老大 我何喜之勇啊 我关你周身紫气东来 近期必有喜事英门 真的吗 这都要借您急言了 我提醒一句 日后要多多行善积德 才能保你全家平安 是 凡红谨记在心 楚义 真的是你 好久不见啊 老同学 你就是楚义吧 小伙子还挺帅 我是累子的姐姐 吴青 清姐好 我叫楚义 叫我小楚就行 你看人家小楚都会来事 再看看你 刚进大公司就得罪了上司 清姐 累子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还不是她太鲁莽 看不惯上司对女员工动手动脚 居然当场把领导骂了一通 我说你啊 就算要逞英雄也得分时候好吗 现在只能希望孙经理能卖你姐夫一个面子 让你继续留在凡事集团 烦死了 一天天净处理你家这些破事 吴雷 你能不能别给我找麻烦 姐夫 我觉得我没做错 闭嘴 还敢顶撞我 要不是我 你们家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雷三 关于这件事 我可以帮你 哪来的臭小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吴雷得罪的是范师的领导 我堂堂华盛集团的财务总监 亲自出马都不一定能说何 你以为自己是谁 老公你消消气 小楚也是好心 哼 哟 这不是华盛集团的小林吗 孙经理 您来了 我帮你拿包 可别 我哪敢劳烦您呢 你小舅子吴雷 都敢大厅广州下呵斥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我上司呢 说我骚扰女员工 那是我对下属的考验 她懂个屁 还不赶紧向孙经理认错 孙经理对不起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能把职场骚扰说成是考验员工 你还真是把无耻二字 演绎得淋漓尽致了 你是谁 蕾子 把头抬起来 这种垃圾 不需要向他道歉 混蛋 我看你也不想干了吧 就是 你什么身份 敢跟孙经理这么说话 孙经理 小楚他不懂事 您别生气 姐 楚衣说得对 不要跟这种人道歉 这工作我不要了 混账 还不快把嘴闭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